来这个亲爱的古海大丈夫的这个投资人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跟各位做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台股的手盘分析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标 我们今天放在这个工业电脑 其实在今天有一些新闻出来 那我们过去有跟各位讲说 其实过去的这一个一整年 我们也跟各位讲说我们持续看好的 高速传输公控然后这个车电 然后这个伺服器等等相关的概念股 高速传输本的这些族群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个在这个工商 有一则新闻关于这个工业电脑业绩抢抢困 当然它里面举了几档股票 延华华汉还有这一些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神盖股当中呢 我们过去有带各位做一档威强店 我想都知道那时候我们在这个10月那时候那波低点50块开始做 然后等于说威强店这一波我们大概操作两次到三次 那股价最近到85以上 你会发现它基本上的这个 在网上的动能就比较就比较减就比较 比较衰退了 那我觉得股价就是这样子啊 你不要去追高操作 那工业电脑呢 除了我们带领做的威强店之外呢 我有跟各位讲说我们手上有一档IPC 工业电脑的大老鹰 基本上它是属于整个工业电脑背后的供应链 那这档股票基本上我们已经跟各位锁定很久了 而且我们操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从去年有做过一波 然后赚了一倍之后获利下车 然后在这一波去年10月 杀下来之后 我们又再开始带各位低接 然后要重新再好好带各位来布局一个大波段 那我说这一场这个IPC大老鹰即将喷出 那其实我们已经跟你讲很久 其实这一天整个行情在集团作战完之后 我就告诉你说4月我有重新我要布局的股票 在第二季它的营收渴望又一第一季 然后业绩会随着这个下游客户的这个订单 回温然后它的营收有可能会 因为高季季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要来跟我操作这种股票 基本上你第二季 你会持续延续第一季的这个胜率 好 那 昨天我跟你讲过说 我们的油亭股跟标马股把世界鼓励是上涨了 那今天的大盘虽然也没有大涨 但是我们的这几档股票 今天的表现依然不错 那五大IPC厂获利包昂配股战力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工商的新闻 那当中讲到延华爱迅红格新创电子红宝 有没有 那当然华汉也是啊 然后包括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威强电 他就没有提到 那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则新闻是说 全球的这个笔电第一季急冻 然后第二季要回暖 所以笔电如果急冻第二季回暖的话 那相当的这个笔电供应链啊 会有机会啊 比如说做笔电IC的 伺服器啊 做笔电的相关的什么电源管理IC的啊 诸如此类的哦 笔电的相关概念股 他就有机会从谷底怎么样 开始往上慢慢翻身哦 好 那讲到说这一档IPC的这个大老鹰 这个是昨天的这个走势 昨天大盘不是下跌吗 那我们这档IPC大老鹰呢 昨天就涨3%了哦 好那这是今天的这个走势的哦 今天4月呃 这间的走势是涨了5%啦 你看尾盘 昨天是拉尾盘 对不对 今天一样哦 这个拉到最高哦 几乎也是快收到昨天的收盘价哦 而且 我说哦 我们今天除了大老鹰以外 我说这个潜龙有没有 潜龙班也有这样股票嘛 我们甚至有潜龙班 呃会员呢 之前跟我们爱普大专利过之后 现在资金开始来重压了这一支哦 不要重压啦 我就分散啦 压力比较不会拿好不好 虽然我的股票都会涨哦 但是在你等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 当然你对我股票有信心哦 但是还是一样我还跟归讲 我们就是三档到五档哦 你不要就重压一档好吗 好那呃 大人来了哦 我说我们用钱挂来做股票 这个初九潜龙勿用 对不对 然后到九二现龙在田立见大人哦 九三对不对 君子终日田前立五九嘛 九四或要再冤 五九九五非龙在天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这档股票才来到九二 刚开始立见大人现龙在田哦 外资开始有点大有点稍微比较大的量回来 但投信来没还没 我真是希望投信来啊 投信来的话那后面还有一大段哦 所以这这档股票 会员你跟我报好报了好吗 我没有指令给你不要随便在下车 去年这档股票我都带你赚一倍了对不对 今年一样照样哦 没有50%没有一倍那也有50% 好好跟着我们报好报了好吗 那这是这档IPC大合音的起飞中啦 起飞中哦 我敢说啊 这档股票是我全中国投股最早布局的股票 去年这档股票拉上来的时候 有其他会员 其他投信的 投股老师带着会员来帮我们抬轿 对不对 这一波又一样了啊 这一波一样哦 我想这一两天又开始会有其他分析师带着 会员来帮我们抬轿哦 那我就只能怎么讲 跟这些分析师还有他们的会员比爱心哦 这个时候你们才进来 那我就只能感谢你哦 帮我们抬轿好吗 谢谢各位 好来再来 呃我们的老粉都知道哦 去年这一档在标的时候 没有标到这边的时候 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各位发了一个梗图 哦 你没房没车 你有什么 哦 这个男生就讲说哦我有很多这个股票 于是这个女的就怎么样直接扑上来哦 哦那 Yesterday once more 这一次一样照样历史重演 对不对哦 这个你看又错过了对不对 你看现在这一档是不是创破断新高了 他突破了这个横向整理三个月的这个高点哦 那这两天正式突破哦 创破断新高 另外呢 这个大盘大跌对不对 大盘大盘大盘 大台股是在跌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选股总是有可以创新高的 这就是选股的功力嘛 我常讲哦 选股 你不会选 那代表怎么样 我现在在讲说选择哦 也是一种能力啊 为什么 这两天不是跟跟各位分享说有人有没有 因为股票亏光了 然后被先生狠狠揍一顿 后来被上帝找去喝咖啡 所以 选 选对股 是一种能力 你会选错股 代表你没有选股的能力 好 那你没有选股的分力 你要有能力 假设你想要找投股分析师 那选对分析师也是一种能力嘛 对不对 昨天不再跟各位嘛 王小姐分享他选了三位分析师 越选越差 选到最后一个还带他去做空 然后冲在低点 然后怎么样 补在三月的龙圈回补的最高点 很惨耶 很惨耶 400万 退掉350万只剩50万哦 你选了三个分析师 你还是选错 对不对 这一次你来找我了 那 没关系啦 我想说至少 你 还有50万啊 但是你如果持续做错决定 那你的钱可能怎么样 很快就没了 所以人生可以重来 但是你要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才招 青山依旧在 怎么样 极度夕阳红 有没有 ok 好 来那这也是我去年发的梗图 会员朋友打来跟说 这一档股票但是你没买 很可惜啊 好啦来 好那另外呢 那还有一档哦 我们的这个 游亭股 今天表现也不错 对不对 台积电设备干练股 在昨天呢 是准三块嘛 ok好 今天呢 继续涨 继续涨 每天涨一点 涨一点 其实我很喜欢这一种 每天涨一点 为什么 因为 每天涨一点 每天涨一点 涨得让你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没有涨停也没人注意 但是 一个礼拜 半个月 一个月之后突然 回头一看 30% 40% 50%上来了 所以这一档呢 他还没有正式起飞 因为我觉得大人 之前被怎么样 大人给杀出场了 现在我觉得他又回到怎么样 田农雾用的时候 好等到大人回来 我告诉你 他又要怎么样 又要重新帮我抬一波 这一波再抬上去 那又是 至少是2-30%以上的空间 好吗 好那我想这档会员 你们知道的都进场了 好 同样的啦 我说我带你买的 就是三头邪照 有没有 这一波 被法人杀下来 看到没有 你们看到长黑大量 都觉得不好 我特别喜欢长黑大量 为什么 长黑大量有人杀 你杀下去没人接 不会有量 杀下去有人接 那就有量 那杀下去是谁在接 对不对 你们想一想 杀下去谁在接 当然不是我带会员接 我会杀下去 这两天 你看 他中间还经过的怎么样 经过的除息 所以会员 大部分怎么样 你在这之前 我带你操作的 你不但怎么样 赚了股息 看到没有 除息 除完息之后 股价再上来 还怎样 全息 全息再赚怎么样 股价价差 有没有 好 所以就算你买在这边的 这一天的高点算了 你给他划过来 但赚了股息 还怎么样 全息 是不是 而且其他怎么样 即将占回这一根 大量的 KK 占回 那占回代表 这边 停损的人 你全部都是阿呆了 你不但阿呆 你还没有赚到息 如果今天我们把 熟悉的息 帆源回去的话 他基本上 那已经占回这一根 AK大量区 所以 这就是你们跟我的差别 为什么我的会员 跟着我稳稳的赚 不但赚到股息 最后还怎么样 还可以再赚到一个波段 那你的分析师 有带你这样做吗 好吗 好那这一档 还今天设备股 一样给各位 那回过头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几则新闻 今天有一则新闻 是刚刚也在讲 这个美国霸权 跟美元霸权同步走路 有没有 这个东西我早就跟你讲了 这个设论是昨天的设论 但是我在一年前 我就已经跟你讲 美国霸权 跟美元霸权 会同步走路 于是在去年10月 大家 带你去 追高美元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32以上 我叫会员 给我往上换 把我话听进去的 已经半年过去了 有没有看到美元 回到32没有 没有 连31都没碰到 是吗 好来 所以呢 我认为一个新闻的解读 是报名牌 你看座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看我节目的臣民们 有智慧的投资人 你可以从一个小细节 你可以从一个小细节当中 你就可以看 可以看出一个分析师 他有没有动足先机的真底子 不是看到新闻就跟你讲 怎样怎样 我就只是给你整个标题 就混过去了 可是真正厉害 真正有功夫的分析师 他要能够新闻的内容 帮你找出怎么样 超前部署 超前三个月 超前半年 超前部署的 蛇丝马迹 那这不是一般的分析师 可以做到 所以从一个小细节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分析师 他有没有动足先机的能力 好吗 好 那另外台股三月 法人开户数创新高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 因为法人开户创新高 表示怎么样 罢户要回来了 罢户要回来了 好 那另外呢 外人内温 三月PMI跌到紧缩 那三月PMI跌到紧缩 我们来看他的数据是说 出口衰退 但是呢 这个非制造业的部分 OK 那非制造业当然可能就是 比如说类似服务业等等 等于不要表示我们的内需还不错 比如说旅行 旅行业 然后什么观光饭店业 那那我觉得都OK 为什么因为 当疫情的时候 我们国内很多 事业很惨 服务业很惨 大家外出口的赚薄薄 那总是怎么样 风嘴轮流赚 总是要让我们国内的这个商家 也都要赚到钱 OK 那所以这个是这个PMI的部分 但我是觉得 这个 既然出口衰退到次期 那也代表 出口厂商在这边也是谷底了 那股价也是相对低点的 等到未来出口再回温上旺 那营收就上来 那股价就越来越高 所以要买来买什么时候 当然是买这时候 OK 那昨天有跟各位讲说 原泰的全彩电子只要供广告看吧 这个是利多消息 今天出来了 你看到今天的原泰股价 是不是有开始怎么样 翻红了 是不是 那你昨天有没有去剪原泰呢 你昨天有没有去剪原泰呢 那你猜我我们带会员剪呢 好吗 好 我在这边 我看到一个人分享这一则 还还不错 但是太多了 我不讲了 我留到春风里 以后慢慢跟各位分享 那昨天我是不是以这个 参加了三个分析师 把他400万亏掉 只剩350万的这个王小姐 他最后 他还是来参加我们的全力打扮 因为这个他把他的这个雪凌凌凌的日子拿出来分享 王小姐 我在这边再给你一次打气 你愿意把你的雪凌凌的例子拿出来摊下来 讲给大家听 你会有福报 你会有福报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 他有200多张的尤达的那一位郭先生吗 他不是把他的尤达跟走我们换艾普 后来艾普他大赚一波之后 这一次我们手上这一批这一档IPC大老鹰他也是满手 所以这一波这一档IPC大老鹰他也大赚 所以王小姐你跟我们重新来过 我相信你的50万只要你给我时间 你也愿意接受慢慢变富 你会把那350万找回来 不止那350万找回来 我们后面再帮你多创造好几个350万 好吗 他写老师早安 我昨夜看到你的YT节目中 以我为例 说了一些语重心长的沉重劝勉 这同时也成为那些出入股市 还智人不明就是任人未清的 分错分析师的小白们的硬件 对于这些写的 对于这些写的调训 老师有感而发的尊尊告诫 我都听进去了 而后我决定专心不照进的长期跟随老师 学习稳健获利的股市操作证券观念 容我再说一声感谢陈诚老师 和你 雪玲玷的例子 但是 回头 都不会太难了 相见也不会恨晚 都还有机会你也还年轻 好不好 好 好 这一个呢 我这两天不是讲面板吗 对不对 我不是有一个消音吗 那就是讲台表科吗 我这一次就是公布了 好 那 这一个 他说台表科也是 也是我的会集没有 因为他是巴菲特班 但是 我们有消音股 你来问我说给你 问了康特助之后买的 看到今天破百真的是开心 因为买了多少 90块 90块到100块 一张1万块的价差 好 好 那 这个是刚进来的沉迷 说最近看了几天老师节目 老师你是良心分析师 虽然没有入会 但感谢你的影片 没问题 只要我的影片可以帮到你 就一个算一个 好吗 我曾 我有一篇 我最近要出书 我有一篇叫做钢铁英雄 我是 我期许自己成为那个 钢巨龄 你没有看过钢巨龄这一部电影 我期许自己成为钢巨龄 你那里面的那一个钢铁英雄 好吗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我跟各位讲 真的节目不要乱看 看错节目 去年10月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去年10月你会看了节目去卖股票的人 你可以把那些分析师的影片都把他关了 那些节目都关了 我说真的 好吗 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选对是一种能力 你当初会选错分析师 你会选错股票 你会看错财经节目 代表是什么 代表你没有选择的能力 好 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 选择比努力重要嘛 那到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你是不是一阵子 一辈子吃香喝辣 对不对 那选对一个好老婆 你也是怎么样 人家说脚在脏手 是不是 所以选择绝对比努力重要 选对公司 30年前你选对公司 你进了联发科 你进了台积电 同样一个清大电机 台大电机 交大电机毕业的 对不对 选对了 你选到信华 股价3000块 选到联发科也不差 对不对 10年做直年就退休了 所以选择比努力还重要 可是呢 你会不会选择 那代表什么 那不是运气耶 很多人讲那是运气 你错了 选择比的不是运气 选择比的也是能力 你有没有那眼光 你有没有那眼光 你有没有那能力 所以你要选对 是一种能力 对不对 人生 我说你现在的人生 是你过去千万个 不断的选择出来的结果 今天出门 你选择坐车搭高铁 今天出门 你选择要到哪一家餐厅 吃美食 今天你要出国 你选择到哪一个国家我玩 今天你选择读书 还是你选择怎么样 把时间浪费在手机上 所以你选择要考台青教程 还是怎么样 随便 打打球 逛街都可以 我们常讲你的时间在哪 你的成就在哪 你觉得你选择去看隔壁分析师 上下左右的节目 还是选择来看我的节目 你的选择成就未来的你 那现在你要做什么选择 你要好好想清楚 好吗 我常讲一句话 你的选股如果人人都会选择 你赚不到大钱 我也常跟各位讲 人人都会做的股票 人人都会做的事 你去做 你不是赚不到钱 你赚不到大钱 你只会赚到小钱 人人都会做的事情 你去做 你赚不到大钱 我要再跟各位讲一次 你好好讲一讲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刚刚讲说选择是一种能力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选择的能力 如果你现在想要有钱 你也没有办法做对选择 那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先让自己变有选择的能力 你让自己有能力做对选择 你要让自己变值钱 那你就会有钱了 好吗 你只要做对选择 你就会有钱了 你的选择 你的选对股很重要吗 选对方法 选对心法很重要吗 好 那怎么样让你自己呢 慢慢变有钱了 慢慢变值钱呢 三个步骤 我说选择 选择是一种能力 如果你没办法选择 代表怎么样 有可能能力不够 那怎么样 你要提升你的学习力 你要提升你的执行力 第三个呢 你要认真来看 五海大上海 好吗 你要让自己选对 你要变值钱 第一个提升学习力 第二实行力 第三 持续认真收看我的节目 好不好 我的节目不是讲股票 我的人生 我的节目还教你很多 怎么选股的方法 你的操作是怎么办 好吗 那假设呢 这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 你也没有学习力 你也没有执行力 那就你也没有办法 没有没有时间认真看好节目 那很简单啊 你就来直接参加我们的全雷打班 好不好 直接参加我们的全雷打班 好那我们全雷打班 我们今年锁定 成熟制程设备 记忆体 还有伺服器 高速传输 这个是我们今年 看重的几个重要产业 好不好 我们每年的这个看 看好当年度的产业 我们会 做一个分换 那今年我看好成熟制程的设备 记忆体伺服器还有高速传输 来 那最后跟各位分享几个 我们最近的领悟啦 常有人讲说 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人跟人是交不会的 我在节目上摔球棒 都不见得可以点醒每个人 为什么 因为交没有用 事情交人呢 交一次 对不对 就够了 人只有怎么样 人只有怎么样 痛醒跟疼醒 人是怎么样 掉不行的 所以我教你没有 你只有自己去把钱 飞光了 飞掉了 你才知道 原来老师讲的是这回事 不然我怎么讲 我在节目怎么余仲心讲讲 你都讲不听嘛 上下左右台到处去看嘛 然后呢 左腔右腔 自以为本事很好 最后呢 把钱亏掉才知道 怎么知道 就把诚成的话听上去 早知道 千金难买早知道 好吗 因为人性不需要听真话 只需要听好听的话 一般人都这样嘛 对不对 希望哄电 我跟你讲 我 为什么我常 为什么常常讲说 成见成事 我 人中华民国 最讨厌的头顾分析师 因为我只讲真话 我讲真话 你不爱听啊 那不爱听 跟我有差吗 对不对 你把你的钱亏掉 那是你家的事啊 你跟着其他分析师去放空 你跟着其他分析师去把 看到 几十万订阅的那种财经节目 找一堆财经专家 然后在十月之后恐喝你 对不对 末日雷曼再轮 结果你把你的股票砍掉了 那现在呢 现在呢 你要不要去 给那个主持人看报道呢 你要不要去给那个分析师看报道呢 不能啊 你要怪谁 怪你自己看错节目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人听片不听劝啊 亲爱的 你好好想一想 你是喜欢听劝还是喜欢听片 好不好 我们很多会员嫌我的操作慢 对不对 结果呢 三百万被诈骗集团也骗走了 三百万被诈骗集团也骗走了 三百万你去十月一档爱普 放到现在你赚多少 你赚三百万赚四百万耶 我想到这我真的是啊 有时候是又起啊 但是 又很想同情你 可是 是不是常有人讲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如果真的 输到很可怜了 那你是不是有那个可恨之处呢 是不是 好好好 反省一下好不好 我们大家 你看哦 真正看不起你的人 他们是不会批评你 他们只会看着你 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所以 我为什么还在节目上 丢球棒 你要用错的方式做股票 亏是 亏你的钱 亏你家的钱 你亏的爽 你亏的高兴 那我就祝福你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那边苦口婆心 录节目 告诉你 心法好好练好来 节目不要乱看 对不对 没有营养的节目不要乱看 那些财经节目 只会看长说长 看别的说别的分析师 你花时间去看了干嘛 所以真正看不起你的人 不会批评你的啊 所以我 你觉得我花时间在那边做节目在干嘛 我就是很在意你们啊 对不对 看不起你 不会批评你啊 什么都不会讲 然后就会看你怎么样 但你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你的钱就越亏越多 你要什么样分析师 你要跟什么样的人 你醒了没有 亲爱的 你醒了没有 对不对 我这两天就跟各位讲 我去年 一年前我就跟各位讲 年年岁岁股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 人面不知喝出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是不是 是不是 好来 好那 很多人说老师 股票涨上去了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股价做人在买 不是追高 那是追高 也不是领先布局 所以呢 我们的口袋名单还很多 好 岁浦长上去了 我们叫你追 没有啊 我是不是重新叫你布局一党 三头携照的 是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来入会 不用担心来 会不会帮我会员抬教 我不会让你们抬教 你也抬不起教 你的资金 你也没有本事帮我抬教 好不好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也不要以为我是那一种 没有格调的分析师 我今天我过来大丈夫 我有江湖地位 就是因为怎么样 我很在意你们每根的 我把你每根的钱 都当做我自己的钱 我们不随便追高 我们只 三头携照 去买 我刚刚讲的 这个 四大成长产业 好吗 好 那一样 我这个专案 其实我的这个优惠 我的优惠 其实在 我说到3月31日 这个年假期间 你只要留言的 我都留给你 那退休族 夜市白摊单亲的 我会给你再优惠 你只要电话打来问 我绝对包你满 好不好 那这个 关于一年期超优惠的甜甜价 我们就给你开放到 从3月31日到 这两天 因为我到这段时间 我都在休假 但是我休假 我还是跟你认真 录节目 到礼拜天晚上为止 甜甜打班都有 但是优惠价 超优惠的甜甜价 直到明天晚上12点 你有留言登记的 我都给你 你需要时间考虑 可以 但是你只要在明天晚上以前 你有来留言登记 你要 你要留言 你要留电话 你要留名字 真实姓名 那我的一年期超优惠的甜甜价 我会保留给你 你说你要考虑一下 再想一下 没问题 甚至你是最近这几天 才看到我节目的 没问题 你只要是这两天 才看到我节目的 我可以让你考虑 我可以 优惠价 给你稍微久一点的时间 好吗 这个考虑时间 好 那我今天的节目 就跟各位录到这 明后天 一开始4月整个10号 回来之后 营收公布的 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 整个4月 我照样怎么样 让你回出全力打 现在才4月 才两天 我们的这个IPC大耳音 我们台积电设备股 都已经标出去了 还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 口袋名单 还有赶快来 我们一个班 股票大概就三档到五档 所以呢 你还来得及参与 上个月 你来参加我这一个 余晨同乐 标股派对的 公式的新朋友 这段时间来 3月 我们是不是让你一档一档大赚 连这一两档大老鹰 你也赚到了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 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 带你富贵滚中求 好 好 好 发护的 你 咱呀 enable 你们有点 多少 再临